当地时间11月27日 阿根廷及右翼当选总统米莱抵达美国 并在纽约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共进午餐 克林顿建议米莱在执政头几州实施最重要的政治措施 考虑到米莱与特朗普关系密切 两人的会面也令不少外媒感到惊讶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当天表示 米莱将在28日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 但无法见到美国总统拜登 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 这是米莱当选总统后的首次出访 科比27日对媒体记者表示 由于拜登将在28日前往佐治亚州 参加前第一夫人罗沙琳卡特的追悼会 然后前往科罗拉多州 因此预计拜登不会和米莱会面 我们希望继续寻找与阿根廷合作的方式 科比说 在这个地区的许多问题上 阿根廷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合作伙伴 因此我们期待着 清楚地听到当选总统的想法 以及他在政策问题上想做什么 并确保我们有机会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科比表示 米莱27日在纽约市度过 然后会前往华盛顿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会谈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米莱的经济政策顾问 也将于28日会见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 这次会议预计将着重讨论米莱政府的经济政策重点 米莱团队的第一位发言人表示 米莱与美方官员会晤不是为了寻求融资 而是为了阐释下届政府的财政政策 货币改革和放松经济管制方面的议题 另据阿根廷测影日报报道 27日在纽约期间 米莱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会面 并共进午餐 米莱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介绍了自己未来四年的施政计划 克林顿赞扬了米莱的计划 认为他的政治和经济议程 可以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他还建议米莱在执政头几州 实施最重要的整治措施 克林顿一名助手透露 两人讨论了阿根廷和该地区的未来 克林顿祝愿米莱一切顺利 路透社称克林顿与米莱 在意识形态上持有不同立场 他俩会面特别令人惊讶 测影日报同样认为 考虑到米莱与前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 这次会面令人惊讶 不过此番会晤或许表明 他与民主党之间实现和解 据法新社此前报道 米莱团队的几名成员也随同访美 其中包括洛伊斯·卡托比 这位米莱的现任财务事务顾问 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下一届内阁成员 报道指出 米莱上周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克里斯塔利纳·戈奥尔基耶娃 进行了首次远程交谈 阿根廷曾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440亿美元 相关协议由米莱的主要盟友 时任总统毛利西奥·马克里 于2018年签署 据阿根廷国家选举委员会11月19日晚公布的数据 极右翼选举联盟 自由前进党候选人 哈维尔·米莱在当天举行的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 当选阿根廷下届总统 他将于12月10日接替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 正式就任阿根廷总统